大家好我是Rick 今天為大家來試車了 但這次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又要來試Focus了 大家都知道福特六盒最近推出了 22.5年式的Focus 分別在Normal X以及 Active的韌性版上面 多增加了兩項配備 分別是數位儀表板 以及E-Miro的電子式的智慧後視鏡 等等我們就會為各位來介紹 這兩項配備的一個功能性的差異 當然增加這些配備之後 福特六盒也非常佛心的 只有漲價1.9萬元不到2萬塊的價錢 你就可以擁有這兩項全新的配備 Focus在歷經了這麼多年式的小改款之後 除了這兩項配備之外 大家會不會有一點好奇是 經過這麼多年式的小改款 開起來一樣是我的五門的Focus 跟現在的新年式的Focus 開起來究竟有哪裡不一樣呢 等一下我們就來好好的試駕一下 好 22.5年式的車型 最主要的配備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多了數位儀表以及電子式的後視鏡 首先數位儀表方面它就是12.3吋的 然後它當然還有一些駕駛功能可以選擇 它有三種駕駛功能 包含了一般的標準模式 然後節熱模式以及運動模式 在Active韌性版上面又多了兩種 分別是簡陋路面模式還有方滑模式 當然這樣子的一個數位儀表 我覺得它的顯示起來 對比都非常的鮮明 你在切換模式的時候 其實你的各種資訊 包含時速還有轉速 甚至你的車輛的即時的油耗狀況 胎壓等等其實它都可以顯示得非常清楚 這一個配備呢 是我們一般版本的Focus車主們都非常想要的 所以在22.5年式的Normal X車型 還有Active韌性版的 這次變成標配 再來呢 第二個就是電子式的數位後視鏡了 這個後視鏡它就是包含了 除了是可以顯現你前方的錄影之外 後方的錄影也會同時顯示在 你的數位的後視鏡上面 同時還具備行車紀錄器的功能 等於說你在看這個數位影像的同時 前後的行車紀錄器 是同時在錄影的 當然也是用觸控的介面 可以進行一些功能性的切換 包含拍照還有回看檔案 然後還有一些設定的功能 包含它的光可以調亮 加上來它的鏡頭呢 是用Sony的高感光元件的鏡頭 所以其實它的一個防眩光的功能 其實它也做得非常的好 好三年來我看了 這麼多Focus年式車型 我的感受是對於消費者而言 每一個年式都有比較好的 超值的配備可以給大家 例如它可能之後從LED尾燈 然後LED頭燈 然後Normal X的車型又有 18吋的這個 輕量化的炫壓鋸造的鋁圈等等 現在22.5年式又升級了數位儀表 還有數位後視鏡 漲價的幅度也只有1.9萬 因為當然這些配備 這兩個配備其實 嚴格來講 就試駕而言 當然已經超過了它這個 1.9萬這個車價的漲幅 我個人覺得福特六盒 在國內的產品的更新上面 它是有聽到消費者的聲音的 它覺得這些東西才是消費者想要的 甚至是使用的配備 就像我之前其實在節目上面也有講過 與其你給我很奢華的配備 或者是看起來很雞花的皮革 還是什麼座椅 我覺得實用性的配備 才是真正的大眾消費市場接收度會更高的 當然像我的車型是第一批 而且是後軸是扭力量的車型 後來Normal車系變成後軸是多連感的車型 在駕駛感受上面 絕對是會有機械結構上面的差異 當然嚴格來講 這次的22.94升級 也不是只有Normal車型而已 因為包含了NormalX 還有Active韌性版 都有數位儀表 還有數位的後視鏡 這些都是相當實用 而且資訊豐富的配備 對於消費者而言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實用 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科技性也好 便利性也好 是兩種加值的享受 所以假設你是喜歡 稍微有點操控感受的 偶爾稍微小熱血一下的 我覺得NormalX的車型 適合這樣子的車主 假設你是務實取向的 實用性取向的 我覺得韌性版 Active韌性版 其實也是相當好的優質的選項 好 好 好